你确定是找中文老师吗 不是跟你要谈恋爱的 不谈恋爱 因为天风的风气都是中文问题 这个词怎么念 这个短文读的对不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我的网友 过来跟我见面了 然后呢 现在跟我在一起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找到女朋友了 那是不是女朋友 就是问一些中文问题吗 那就等于说 有女孩的主动跟你搭上了 然后跟你聊天了 对吗 这个在伊朗 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到的事 但是 这个可以发展关系啊 是不是 那些国内的网友说 哎呀 这边找不好找啊 你在这里来没段时间 找了多少个了 有多少跟你说话了啊 只是说话呀 那真的进展了 并且还有联系 还要约你出来的 天天晚上打电话 给谁打的 这些 这是占助项目 是 哈哈哈哈 不用担心 哈哈 现在跟他一起过去 约好了跟那个女孩子见面 是吗 图书馆见面 图书馆见面也是见面啊 所以说在这边找女孩子 还简单的是吗 哈哈 聊天可以的 聊天可以的 聊天很容易 聊天很容易 谈恋也不知道 谈恋也不知道 那你先从聊天开始的吧 是不是 所有的都从聊天开始吗 我在一次法汉的时候 经常和那个姑娘出去玩 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好找呢 他们这边的人 对外国人很好奇吗 很好奇的 对 经常约女孩子 不是经常约女孩子 女孩子经常 就找那个外国人出去聊天 喝茶 一般的话 恋爱不都是从聊天开始吗 在伊朗我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伊朗人他出去聊天的就是聊天 就是聊天 对 那你逐渐一步一步来 一会生二会熟啊 那跟别的国家不用 别的国家你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出去喝个茶 他可能那个女方他就有这方面的心思 但是在伊朗不太一样 他就是好奇 那你一会生二会熟吗 是不是 走出发 现在我们过去找公交车 然后再坐地铁 地铁对 转地铁 我平常出去的话都是打车 那个时候打车的话 都是100万左右 以前的话我不会坐地铁 也不会坐公交车 都是打车 来回都是打车 虽然是便宜 但是加起来的话 一天的话也要那个七八十块钱的打车钱的 真的 现在跟他一起 他带着我去坐那个公交车 哈哈 打车100万坐公交车两三万 坐公交车两三万 然后坐地铁我也办了一张卡 是一次的话几毛钱啊 两万五 两万五的话 几毛钱 就几毛钱 三毛钱 现在出门坐地铁有个好处就是快 如果打车的话太堵车了 在德兰这里的话太堵车了 所以说还是坐地铁要快一点也便宜啊 大家认识这个车吗 齐瑞的 齐瑞的车 在这里新车 这个要三十多万将近四十万 这个就是快速公交 伊朗的交通非常不好的 所以说他们这里有一个快速公交还是有一点用的 就在这个位置的快速公交上 我们从这个桥上过去 有专门的跑道 对 有专门的那个车道 然后 别的车都走的时候 他还是跑的 对 伊朗堵车太严重了 所以去一个地方的话都要一两个小时的 所以说 这个解决是一种办法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高速公路 就城市之间的高价太少了 还是堵车 被逼没办法只能去 坐那个高铁 每一道 上班下班高分期那堵车堵的 不比日本那个高铁差 高铁日本高铁有地球 日本地球那个有人在推 伊朗这边也是的挤的满满的 毕竟东西南这个城市有1000多万人口在那里啊 好的 今天空气不是很好 vide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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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坐开车公交 他是管理员应该是的 然后在这里刷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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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今天人不多 坐后面去 坐后面去 现在过来坐地铁 出哪个方向 两个还是都一个方向是吧 走到哪里 德克兰地铁是很深的 在地下 我们已经下了两个电梯了 这是第三个电梯 那全部是中国的标准 左边那边是女士 这边是男士 今天好像不怎么赌啊 但是也有女士来男士 这里 你是不是被翻鸽子了 没有他说是三点到 三点到 那我们来这里等了多少时间了 半个多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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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被翻鸽子了 我怀疑被翻鸽子 在伊朗等人不是一个很常见的 半个小时起步 那天你不就等了两个小时 现在起步 我上一次等两个小时 是的 现在我们在 伊朗国家图书馆附近 现在我们已经见面了 但是女孩子不方便 拍视频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跟他交流说话 他们会中文 然后学习了一年时间 然后约他出来 跟他聊天 学习一些中文吧 相互学习 他可以学 约他们出来之后 学波斯语 所以韩语就是这些字 我只认识这些 我只认识这些 沙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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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easy sentence 然后现在我们坐下来喝点茶 哎呀 谢谢老板 然后我点了一杯红茶 他点了一杯巧克力 这个美女喝了一杯冰咖啡 他喝了一杯 这个应该叫奶昔 现在在一个很漂亮的咖啡馆里面 通过他们以及我对以前所有的伊朗人的了解 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是不满意的 所以说 是所有所有的伊朗人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 不管是穷人 富人 或者是所有的职业 他们都不满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很小 一个是20岁 一个是22岁 他们都很小 他们都非常希望出国 好吧 很多话题就不能聊得太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主人公 你今天对自己这次的约会满意吗 这不能说说面约会 就是一次会见面 见面 聊天 见面网友 很好 对 吃二节是很简单的 嗯 很简单的 对 好吧 那今天视频拍到这里了